月子哥可以教我們一下 如果說同學想要競賽 像你這樣子的行業 有沒有一些面試的技巧 或是需要具備什麼技能 重點就是你要能夠 做一個非常好的作品集 然後裡面必須要表現出 你有很好的想法 跟你要有辦法做一個好演員 然後 你以前是讀什麼 是在台灣讀嗎 對 我在台灣念 念什麼 管理 哪一所 萬能 那怎麼會接觸到東西 差好多 當完兵之後 原本是要繼續把我管理 學會修完到國外去 然後出了國之後 就反而覺得美人觀 小時候要念美術 家人不贊成 所以出國之後 想說家人美人觀 然後就自己跑去念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航空夜 是我們最夢幻的地方 這個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幾個夢幻的第一個 出國免前全家受惠 世界各地街跑遍 好 大家覺得會有什麼福利呢 蘿莉塔 因為就是像那個空姐 好像她的所有直系家屬什麼 買機票都是非常便宜 因為我有個朋友她是空姐 然後她就是 她爸爸 她爸爸是吉師 然後她從小就都一直出國什麼 去紐約機票才一彎 然後什麼去香港 她才花一千還兩千就買到 她就一直都在出國 因為她都覺得很便宜 然後就是只要是直系親屬 買買什麼都可以 然後我就覺得好棒 是這樣嗎 真的喔 直系 基本上的話 我們公司是直系親屬 有這樣的優惠 幾折啊 有一些免費的點數 你申請免費機票 當你點數用完之後 我們可以去申請一些折扣票 直系的 要結婚的也可以 對啊 配偶也可以 配偶就是配偶 配偶算 對 然後大概最多打幾折 紐約真的是一萬塊 基本上如果說 我們申請的是免費機票的話 我們只要付兩地的機場稅 還有燃料稅這樣子 那仓等呢 仓等的話 我們也可以去申請 商務仓的票 但是它扣的點數就會比較多 有些要飛遠一點 才會有香檳王可以喝 對… 不是近距離都提供 對… 對不對 小紅 有哪些福利就是你的朋友 很羨慕你們的 免費機票折扣 機票這一些 像我們就有一次的經驗 是跟我們的同事 因為我們以前常常會 選一個特定的日子聚餐 那一次我們大家就決定說 我們下個禮拜一到香港聚餐 就每個人申請機票 然後就回到香港聚餐 然後逛完一天之後 然後再做夜班機回來這樣 我們只能去東區 因為我高鐵沒兩樣耶 高鐵沒兩樣 下一次去上海 就去吃那個木瓜牛奶 幹嘛去上海 幹嘛去上海 好 來 艾波 像剛剛那個問題 如果你們自己出國旅遊的時候 要訂一些比較難訂的飯店 就是一些特別的飯店 你們會問公司請公司訂嗎 然後會有一些什麼特別的優惠 對 基本上我們公司有飛的點的話 可能跟當地有一些飯店會有合作 基本上我們只要出示我們的員工證 就會有打折 其實理自於說 容不容易訂得到 其實也是要看他們的季節 他們不見得會有空房讓我們訂 也就是說我們會有這個優惠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第二點、第三點 是這個空姐光華好耀眼 優先一部 陳寵兒 以第三點是男生的 進水樓台先得月 美女圍繞、注目多 真的 真的 所以想請問玉婷 會不會因為你是空姐的身分 所以異性緣也很好 那有沒有什麼有趣的故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 身為空姐 然後在工作上的時候 不管是異性緣 還是就是同性的 其實就是人員會很好 對,因為客人就是對空服員 就是會很好奇 然後其實他們也很親切 上飛機的時候 迎賓的時候 有一些比較可愛的客人 他可能就會說 你今天是不是飛來回 是不是很累這樣子 那也會有一些媽媽就是看我 就是比如說看我很年輕這樣子 然後就說 你是不是才剛加入這個公司 我說對啊 大學才剛畢業沒多久 他就說 他說沒嗎 對 沒有,他是說他女兒跟我一樣 把我當女兒這樣子 而且聽說你們還有這個 拍了這個新的樂歷是不是 對 對,空姐 對 就是我們 就是2012年的樂歷這樣 怎麼是長景錄 對啊,怎麼不是 我們要看裡面的 主角是誰 是誰 根本就是明星 今年就是 就是很榮幸 就是能夠幫公司拍 明年的樂歷這樣 是明星 裡面是明星 10月的,對 然後這一次的樂歷就是 各國的風景這樣 這是在日本拍的嗎 對 這個是日本的 背景是日本的風速 對 1月是不是要 一定要最正的這樣 這是在哪兒 這個嗎 這個是舊金山 舊金山 SAN FANCISCO 對,SAN FANCISCO的橋 好夢幻哦 這雪梅的部分 是真的實地的拍子 對 我們在拍攝的時候 就是公司會給我們一些 就是場景的固執 對 沒有,因為其實這些點 都是我們公司有到的點 對,所以我們其實都可以 去看得到 這是哪裡 這邊是阿姆斯特的 荷蘭的部分 來,又要去一下 是小二房 大陸的部分 新航店 荷蘭的部分 對 好棒哦 對,然後也別忘記 還有台灣哦 對啊 一個台灣 一個台灣 對,一個台灣風景 好 年明哥 我想問一下張蓮兒 有沒有曾經想要追過空姐 還是空姐曾經有對你有嗜好呢 一定有的 一定有吧 一定有啦 身為前輩 不是這嗎 前輩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像我們身邊真的幾乎很多 都像玉婷這樣子美麗的美女 男女會有動心的時候 那只是像我工作這麼久 最後都已經昇華成為好朋友了 好會 我想問一個自己比較想問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是很想要當空嫂 好 來,下一位 我是認真的 我是教育率超比較快 我真的很上網當空嫂 空嫂會不會就是比空姐難考 會不會競爭比較強啊 我是想知道這個 這個可能玉婷他們空姐比較要緊 我覺得就是大家都有機會耶 並不會說就是男生、女生 不會有性別上的這個 所以說我有機會 對,對,不會 好 因為我覺得他們其實要面對 所以瑣事真的很多 因為你知道嗎 真的什麼樣的人個性都有 有時候常碰到有些人 就明知道有行李操縱的規定 可是還要硬來 請到就是比較麻煩的 來,黏玉哥請出列啦 黏玉哥 硬凹 黏玉哥不要露出界看起來耶 現在黏玉哥要幫我們示範一個 凹凱 要去凹這個張磊哥 就是他的行李已經操縱 就死命的不付錢 這個時候張磊哥要怎麼應付他呢 來,AX 現在你好 來,這邊請,這邊請 是… 你好,歡迎請問今天到哪裡呢 我要今天到泰國 對,到泰國 兩目護照證件麻煩一下 OK… 來… 有脫印行李嗎 有…脫印… 麻煩我們這邊請 OK,好的 好,放再來 OK,謝謝 來 好 年輕生不好意思 這邊行李有點操縱 有嗎… 有禮貌,那就要年輕人 有嗎,沒有吧 這邊,我們這邊可以看 待會兒看一下 這邊大概是32公斤 請教一下這邊 能不能做個調整 沒有 我帶兩頭豬而已 沒多重 現在有請他手提行李嗎 沒有,我這樣而已 可不可以通融一下對不對 我幫你看一下 年輕人不好意思 因為你今天大是我們經濟艙 基本上的話 我們經濟艙大概是20公斤 免費託運 你這邊已經超過12公斤了 不曉得我們方便做個調整 還是說有我們的會員卡呢 你不要這樣好不好 我幫你拿這麼出來 拜託好不好 拜託 你這樣欺負原住民這樣不行 就是因為你是原住民 所以我才特別優待你 請你做個調整 不要這樣子 放我一把好不好 可不可以讓我坐一下飛機 我們第一次坐飛機我不懂嘛 拜託啦,拜託 拜託,可以 拜託好不好… 我求你了好不好 好不好,拜託… 看有沒有請他手提 我趕時間 我真的趕時間 泰國的原住民要找我開會的 沒有,請他手提我們做個調整 或者說我們可以扣理層 來折定你的操縱費 真的不行嗎 拜託,也不用這樣子吧 今天這…我可以再優惠你 兩、三個 好啦,我裡面拿頭豬送給你好了 好不好 拜託,你讓我… 不用啦,你這邊做個調整 我們做個調整一下好不好 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真的啊,免先生,不好意思 我們真的做個調整了 還是你要吃血肉 什麼東西 血肉是什麼 生豬肉 生豬肉 要不要生豬肉,要不要 不是,免先生 你是聽不懂調整這兩個字嘛 對,我也不想調整 就是你會請他們打開來 拿出一些東西 拿出一些手提嘛 對… 如果說他們有其他手提 那我們可能請他 就是調整一下當成手提行李 對 所以他們還是要維持一個 禮貌的態勢 從頭到尾都要很耐心 真的 還在笑笑一下 很會爐啦 你還要加分耶,你 好,謝謝我們的張磊 謝謝